來使用Google文件 Google文件怎麼上傳到我們平台 基本上你不需要Google的分享連結 或者是把檔案下載到你的電腦 你只需要新增資源的地方 只要找到可以上傳檔案的地方 這邊我簡單打 在上傳檔案的地方這邊會看得到Google文件 當然你必須先登入 沒有登入的狀況下他會請你先登入 登入完、實用完建議你做登出 那我要把某一個檔案 這個簡報檔當我的教材 那你就點選 他最後會告訴你說我選擇這個檔案 他就直接在網路上做連結 不需要下載或者使用 那這樣子我們的教材就在這裡出現了 算是相當方便 可以結合Google的文件來幫你備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